你好,我是龐雅雯 我是小狗阿爸想編洋的作會者 高中的時候我就是進入到 美術的學校去學畫 然後我記得當時 老師和整個學校的氛圍 就是老師會很嚴格的去批評你的畫 然後甚至就是常常推薦 甚至推薦是 把你的作品就這樣丟出去的那種 很不給情面的那種 然後就是在這個學校當中的一個文化 然後大家好像學生講起來 都會好像一笑置之 或是用這個方式去講 可是我感覺到在那三年當中 我是非常愛畫圖地進去這個學校 拼了命地考進去 可是三年之後離開 我發現我一點都不想要再畫圖 那之後我就是到美國去念書 讓我覺得一個很大的文化的衝擊 就是我發現美國的老師們 他們的這個讚美的文化 讓我覺得很驚訝 有一次我記得我畫了一張 我自己覺得哇好糟的作品 然後我覺得我可能會被老師很猛力地評評 因為老師都會在每一個同學的面前 一張一張的評論作品 可是我就發現老師停頓了一下 然後我覺得他好像很努力地 就是找到了一個可以讚美我那張作品的一個點 然後當下我有一種覺得 哇原來這個作品還是有可取之處 那之後我還是重畫了那張作品 可是我重畫的那個心情是因為老師看到我的好 我想要把它做得更好 所以我就發現說在這美國學畫的這四年過程當中 因著這樣子的一個讚美的文化 我慢慢地看到說 我在這方面是很有天分很有恩賜的 然後我覺得我的作品也慢慢地就是越來越好 那因為我自己是畫家的身份 所以我其實常常在看繪本的時候 我會特別注意這個繪本當中的圖畫 那我記得就是我在畫這本書的時候 畫完草稿之後我就拿給那個 我的美國的教授 像這樣子的一個小的草稿 一個樣書 那我就記得我拿給他看的時候 我就很興奮在旁邊跟他講說 這個故事小瓜巴怎樣怎樣 那我才講到第二頁的時候 老師就突然就叫我安靜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老師就講了一句影響我創作很深的一句話 他說如果你的繪本需要有人在旁邊解釋 人家才看得懂你的圖畫的話 那就是一本失敗的繪本 所以之後我在創作繪本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去注意到說 我的這個裡面的圖畫每一張 它是不是都能夠自己傳達故事 所以我每次在畫完的時候 我一定會拿給很多的人看 大人或是小孩 我會請他們去看 在沒有文字的輔助當中 就請他們去看圖畫 然後請他們能夠看完之後跟我說 這個故事大概在講什麼你們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我看到孩子們 可能看到 喔這頁是這樣子這頁是這樣子 突然在這頁的時候 嗯我看不太懂耶 或是他可能講了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圖有問題 所以我就很喜歡陶廣才編輯 他在繪本如何好這本書裡面 他有提到說 一個好的繪本的故事 它的圖畫就像是一個橋樑 孩子從這一頁到下一頁 他是用他的想像力去走過去這道橋 那可是你的圖畫必須要給他足夠的訊息 他才能夠讀到這些訊息 然後知道連結到下一頁 我覺得這個是我在創作每一本繪本當中 我非常注意的一件事 所以我會很希望說他的每頁 他都是能夠很流暢的 那也因為是這樣子的話 所以就是在畫繪本的時候 其實花很多的時間 就是不斷去調整這個草稿這樣子